再过一周,四大生肖大显身手,赚钱心里美,大富大贵,生肖鼠,生肖鼠的人才致富,要投入感情,人缘极佳,生肖鼠的人及恶功,碰巧有太阳急行降临,有望摆脱上个月运势较差的情况,头脑赚得快,在人前人后都很有主见,从来都不会随波逐流。 也是非常低调的,从来都擅长倾听别人的话语,再过一周,生肖鼠之人巧节万端,手极眼快,富有大智慧,我见过最美的星星是你看我的眼睛,他们拥有很强的魄力,做事果断果敢,毫无优柔寡断的感觉,执行力强。 生肖鼠,生肖鼠的人思想超前,极其富有同情心,他们不喜欢和别人争论,生肖鼠的人暗自努力,想要在生活中收获越来越多的成绩,有望改变之前一段时间,事业运受阻的情况,未来裁员广进,生活平平安安。 看似保守稳定其实非常有幽默感,再过一周生肖鼠之人能够获得来自贵人的支持,生活格局不断转变,性格十分老实,做事情谨慎精细,在事业和生活上变得更大更强。 生肖鼠,生肖鼠的人才远广世世顺,有敏锐的洞察力,高人指点,生肖鼠的人助他们渡过难关,走向更好的未来,为人很诚信,承诺,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会做到。 对各种各样的事物,有着强度不同的恐惧,再过一周生肖鼠之人前脚喜迎人生转折点,后脚正财望偏财发,老老实实,随和大气,为人正直,活泼好动,聪明伶俐,思想略显保守。 生肖鼠,生肖鼠的人有组织和结构性,收入节节高升,待人真诚,但保持距离,生肖鼠的人日之五行水旺生构建水生木生财局,自身财富道路将会畅通无阻,机智灵敏,思维敏捷,他们应变能力超强,无论身处哪个行业都能闯出一番天地。 富有吃苦耐劳的精神,能够靠着双手创造出巨大的成绩,再过一周生肖极之人精力充沛,精明强干,有较强的组织能力,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,身边也围绕着很多朋友,工作与生活上的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,未来生活变得越来越富有。 10月6日开始,火花四起激流涌进的三大生肖,桃花盛开爱德坚定,赢得芳心,生肖牛,生肖鼠牛的人,他们不太喜欢热闹的场合,总是独来独往,在性格上比较传统与保守。 但对于自身喜欢的东西,还是敢于追求,尤其是在情感里面,他们表现优异,付出真心,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。 蜀牛的人,10月6日开始,他们的爱情火花四起,激流涌进,越是相处得美好,爱得越深,能够用一生的态度去对待另一半。 生肖龙,生肖鼠龙的人,他们总是摆出一副高冷饭,总感觉他们是最优秀的,虽然表现欲比较强,但他们内心不坏,总是能够尊老爱又,十分善良。 蜀龙的人,10月6日开始,他们的桃花盛开,情感升温,就爱回到身边,俩人爱得坚定,再也不会分开。 生肖蛇,生肖鼠蛇的人,他们在生活中是一个很独立自主的人,头脑思维也严密细致,在感情中能够注意细节,让对方感受到被关心的感觉,位置很重要。 蜀龙的人,10月6日开始,他们在爱情里面容易感性,只要是认定对方,就会一直坚持到底,如果对方没有给出回应,他们也不会死缠烂打,而是默默地祝福,相信凭借着他们的信念,定会赢得心爱之人芳心。 一周以后,四大生肖财运特望,命理财望,爱意未变,生肖羊,生肖羊的人水涨船高,脚踏实地,不缺机遇,生肖羊的人,做事情不喜欢拐弯抹角,往往不会认真去研究最深层次的真面孔,正财望偏财发,奴仆宫得到金贵财喜,急性降临。 很容易就能找到身边赚钱的项目,会竭尽全力冲破自己能量的极限战胜艰难险阻,两周以后生肖羊之人好运倍增,多富多寿。 虽然年轻的时候,事业遇到过很多的波折,但是在往后的日子里将会财运高涨,有望摆脱较长长一段时间事业运多波折的情况,家庭能够经营红红火火。 生肖马,生肖马的人大显身手,有财神爷光顾,目光长远,生肖马的人但是在感情方面,他们却一直都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,性格果敢坚强,做事情深谋远虑,充足的金钱和稳固的家庭关系,缺一不可物质,首当其冲排在第一位。 苦与乐都是爱情的面向,如果没有得到什么,那一定要学到什么。 两周以后生肖马之人财大气粗,运势中天,运势一级棒,像贫穷说再见,甜言蜜语,善于交谈,开朗大方,热情真诚,对人很友好,没有心机。 生肖龙,生肖龙的人恩爱终生,对外界的心灵感应很强,为自己积累福报,生肖龙的人他们做事慎重,给人可靠的感觉,同时有着很强的自主原则性,日之五行火相辅形成火生土生财局,自身运势一鸣惊人。 见多识广,充满活力精力充沛,在事业上有着长远的规划,两周以后生肖龙之人有财神送旺财,财运势不可挡,不仅生意上的收成会非常不错,而且事业也是进展顺利,要用绝对的理智和清醒来压住所有的想念和喜欢,有贵人支持,大财夺不掉。 生肖狗,生肖狗的人做事非常的认真严谨,高人指点,还能名利双收,生肖狗的人凭借自身顽强出色的表现,能够赢得领导的器重和青睐,聪明伶俐,热情大方,赶冲赶闯,不要轻易相信,因为不了解你的人,就会被你伤,两周以后生肖狗之人性格随和,天资聪明,办事果敢,审辩官有国印吉星庇佑,自身地位和权力活动。 优优狗的提升,贵人入运,运势高涨,桃花运爆棚。 明天开始,四个生肖有好姻缘,有好的事业,财运和爱情两全,生肖狗,生肖狗,稳重乐观。 他们向周围的人学习,从不懈怠。 他们还可以抓住工作中的机会,使自己的生活更加顺利。 对他们来说,不仅慢慢掌握方法很容易,而且每次都有好运。 在接下来的七天里,他们将得到晋升和发财。 背后也有高尚人士的支持。 生活完全改变了,再也不会担心了。 生肖狗,生肖狗相当低调,但他们的低调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认真工作。 事实上,他们一直都有好运气。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靠运气,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和解决。 因此,他们往往能在一个非常满意的状态下过上美好的生活。 在接下来的七天里,他们有了好消息。 第一件事就是他们能做得足够多去迎接一段美好的婚姻,让他们不再孤单。 而一段美好的婚姻也将成为他们事业成功的机会,让他们能够稳扎稳打地,收获幸福地开始,赚钱有一个好的赚钱方法。 此时,他们的爱情和事业都硕过累累。 生肖狗,生肖狗很慷慨。 他们有自己的野心,不会轻易被现实所折服。 他们从不放弃生活中的各种机会。 他们不仅能认真的爬上去,而且是一个细心的人。 在接下来的七天里,他们很幸运,充满了人生的机遇。 他们可以先得到命运的眷顾,这只是个开始。 他们的爱情会在这个时候绽放,无论以前追一个人有多困难,现在都会变得平顺。 生肖狗,生肖狗很小心,很容易相处。 他们的热情激励和感染着周围的人。 当然,他们很认真,从不为生活中的各种事情操心。 在接下来的七天里,他们少了忧虑,多了欢乐。 他们更乐观,从好运中得到帮助。 所以他们可以轻松地做生意。 贵人从现在开始追随他们,生活会轻松地多,赚钱方面也会取得更好的效果。 所以我们可以轻松地多,赚钱方面也会取得更好的效果。